1930年11月14日,湖南长沙郊外,天气阴沉沉的,杨开慧被五花大绑从囚车上带下来,他穿着一双轻步鞋,步履坚定,面部表情镇静而严肃,面对死亡,他毫无惧色,一副誓死如归的气魄,令人敬仰万分。 自从被捕后,杨开慧就摆出一副誓死如归的气魄,他一心求死,国民党反动派用尽了各种手段折磨他,但他始终没有屈服,他拒绝透露任何有关党组织的信息,更不愿意出卖亲属,在狱中他忍受着痛苦和磨难,却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和勇气。